其实一二局的时候感觉两人没打出自己特点 没攻过来 可能因为是今天第一场比赛吧 因为对手都打过一场球 我们没打过球 那种感觉就是 你第一场就像奥运会决赛一样那种感觉 很难把自己调动起来 到第三局可能才有一点点兴奋吧 其实前面一直都 没有那种比赛的感觉 另外反方 我知道第二局下来之后 李总好像跟你们说了点话 不知道说一下 主话还是发接发吧 因为我们第二局 还是走着奥运会那场决赛那种状态 还是很麻木的 很勉强的 就跟他们强往前 所以直到第三局 我们还是改变了战术以推为主 李总下来就是跟你们 对对对 主要叫我的战位 稍微再靠后一点 尽量气少跟他们斗往前 然后另外一个参与就是 下一场比赛对韩国 然后李龙大正大城也是老对手 其实我们男双世界都差不多吧 因为比赛就是看状态 看发挥 我希望通过今天这场球 后面状态能回来一点 好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广州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半决赛 中国队对印度尼西亚队的比赛 现在在大比分上 中国队现在是2比0领先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 是由中国队的陈金 对印尼队的桑托索 从第一场单打林丹对这个陶飞克 感觉到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心里都比较踏实 按照陶飞克的一个状态 按照这个林丹的这个水平 应当说林丹拿下这个第一分的应当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没想到这个第二场这个稍打的这个比赛 确实有点让人们担心 当然刚才在采访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 就是说这个毕竟是他们两个人 在亚运会里面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还在要找这个状态 好在是2比1啊 拿下了比赛 是中国队现在2比0领先 那么陈金和桑托索的这个比赛呢 开始了 陈金呢先拿下了第一分 2比0 刚打了两分呢 换球了 这球是没打正球拍啊 对 这球点没有掌握好 3比0 那么陈金这位选手 在比赛当中还是比较稳妥的 很少看到他有发挥一些不正常 因为他这种打法的话 是非常有耐心的 靠这个拉掉 手中反攻 所以他对一些基本技术掌握 可以说是 非常的娴熟 广告 性能上中脱在印尼也可以算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场上的跑动还是非常积极 哎呀出界了 对 中国队呢是在1974年的亚运会呢 参加开始参加比赛 那么在74年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在羽毛球男子团体的这个比赛里面 就是胜了印尼队